到工地設置三四個儲水設備 目前除了供應民生用水 環保局也到場進行水質檢測 其中64個工地 其中13個水質良好 經過淨化後將作為飲用水 工地開花出來的地下水 會特別裝設加壓馬達 把水抽上來 希望可以拉長供應時間到8月 民生飲用水運動 不過外界質疑 一直抽地下水 會不會造成底層下陷 對此毒發局長說 台中地質吐層緊密 不會因為摩擦而下陷 盧秀燕也說當前 必須超前部署找尋薪水源 台中市民一天要用的民生用水 大概在100萬噸 那我們的產業需求用水 大概在50萬噸 所以以這個工地來講 大概是1萬噸 盧秀燕前腳市查完工地 隔不到兩個小時 經濟部長王美花也到場 但即使台中苗栗限水也救不了德基水庫 蓄水量又闖新低 只剩下4.5% 常年在水面下的枯樹陸續露出 讓枯底宛如大峽谷 如果再沒有大量進水粗估 無法撐過15天 中央地方聯合全力找尋水源 希望能撐到颱風降雨或沒雨季 記者黃翔復 謝雲珍 SNG小組 台中裁長報導 跟整馬上會叫你 可惡 進出來 給你 逢 明天 可以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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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